1951年創立于意大利佛洛伦斯的国宝精品 Emilopucci 以创新摩登多彩的风格取胜 今年于台湾开设第一家门市 30平的优雅空间 重现意大利经典品味 向来以几何图形拼接为名的他 2016早春系列 从佛洛伦斯的广场中汲取创作灵感 从砖墙的层次到铁卷门 都是灵感的依据 交错复杂千花色块的拼接 以及充满节奏感的线条 在多种新旧元素对比之下 碰撞出新的视觉效果 印花部分则是运用了更新的羽毛 建筑几何图案 以及令人玩味的嘴唇及花朵等 经典图腾 让整个系列更加充满趣味 今天穿的是他们将生活上的东西 融合在洋装上 然后在服装里面 包括你们现在看到我身上有羽毛的部分 就是设计师将一些生活中的概念 像其他的服装会有建筑啦 或是一些风景 会融合在地的衣服里 那像我身上穿的洋装 就是我平常会选择穿搭的样式 因为它看起来很保守 但其实它有小漏性感 所以我觉得对女人来讲是 若隐若现的优雅是最性感的 说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也非常的优雅 跟我其实私底下的穿着完全不太一样 因为你知道像这个裙子啊 我真的平时不会穿 可是你知道你穿上以后 就自己真的会莫名的变非常的优雅 然后也有小小的性感 就是它这边也有小小的开插 就还蛮喜欢哈门家的设计 好 来介绍分享一下这家店的特色 还有你们今年的collection 这家店其实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其实是我们Emilio Pucci 就是我们这个意大利级的国宝品牌 在台湾第一家海外的专卖店 这个品牌当然它本身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品牌 我们称它为就是意大利国宝级的品牌 很多人对于Pucci的印象是好像 我奶奶穿过的那个印象 对 它是6070年代那个时候很红 从今年开始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设计师 叫Marsimbo Giugetti 来当我们的designer的director Pucci其实最吸引人的就是我们的印花 我们印花上面所使用的颜色 Emilio Pucci先生就是我们的品牌创办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人 他颜色很鲜明 然后很抽象的形态的一些丝巾啊等等这些 你会看到他很多他的print上面 其实他的颜色的使用都很像是音符一样 很有律动感 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新的这个设计 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来到Dunai Sogo一起来和我们一起欣赏 然后也可以在这边好好的看看可不可以 跳到你喜欢的服装了 谢谢谢谢Jessica 谢谢